新冠肺炎疫情 13.11.15 重途 种族歧视 加拿大的华人都不是没经历过 这次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起的 要和以往的有什么不同呢? 我和前温哥华士员陈志棟谈过 这次其实 你看回以前那些针对华人事因 都是从这儿来的 比如说 比如那些斩鼠 或那些人来到建大屋 是對本地的問題 而這次是一個外來的因素 因為這次新冠病毒 第一個傳出來的 是在中國傳出來的 是不是在那裡發源地 大家不知道 但是就變成 昨天最嚴重的開始的時候 是在中國來的 所以那些人 你知道本地人 有少部分人 根本就分不清楚 一個定義是在加拿大的台灣 新移民 或者第十代的 第五代 第四代的土生土長 他們覺得 這個就是一件在中國發生的事情 而在中國引渡過來 所以這次的起因是有多少不同的 其實我們以前都試過 有類似的針對政客的一些言論 就是說所有華裔的政客 都受到中國共產黨那邊的影響 這次我們的言論 看到一些針對華人的言論 就在針對著一個公務員 就是我們的全國首席的衛生官 譚詠詩 也都是針對他說他 究竟是在服務著加拿大 還是在服務著中國的 那這一類的言詞 和以往我們聽的 有沒有什麼令你感到意外的呢 也都是可以分兩方面來講 第一件事 我們是可不可以批評一個政府官員 他們做事 究竟是做得好與不好 那我們這位官員譚女士 對這次應變是正確 或者有沒有做得好 我想這些批評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不可以接受的就是 究竟這個人究竟是為中國做事 還是在加拿大做事 對他的忠誠來批評 或者討論 這個絕對上是不可以接受 是一個種族的歧視 那這件事呢 就在加拿大來講 一直都是很多事 大家如果是望遠一點 那麽多 不要只說中國人 看回亞裔人的時候 就看到那時候 在二戰的時候 在這裏土生土長那些日本人 包括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請侯中國加拿大 去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 為加拿大而捐軀 那些日本人的侯蕊 那些加拿大日本人的侯蕊 他們都被人送進集中營 這次這位保守黨的領袖候選人 出來講話 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也等於說 我們是極對地去留心 去反對這位這樣的人士 也很高興 就聽到是有些正義人的聲音 包括政策 包括我們總理在內 就已經是在這一類的言論 發出聲音去批評 而我們華人的社群裏面 敵意浩都沒有人 有說過話 有說聲音在面書上 在圍頭上 推特上都有說聲音 亦都是有一班華裔的醫生 也都是發起過簽名運動 要求這位告會員 要向大家道歉 無論我們說最近的事件 譬如溫哥華一個92歲的華裔的老翁 被人辱罵和推斷 還是針對譚詠詩的表現的言論 其實你覺得我們的社區裏面 對於針對這些事件的立場 夠不夠鮮明 支持夠不夠呢 或者說說整個社會裏面 甚至一些政客 因為社區領袖也好 一些政客也好 他們的立場又是否足夠呢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是有人出來 但是你說是否很多人出來 就反而不太覺得 還有我們喜歡 我們的華裔社群 是喜歡的一件事 就是希望一些領袖出來 希望他們有組織出來 當然這是一個好事 我們有這樣的要求 有這樣的需求 這個理想 這個圓境 但是很多時候 在這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上 是每一個人的聲音 其實都很重要 所以不要說只要等人家的領袖 我們不要經常說自己 我們是聲斗小市民 人微言興 其實不是的 每一個人 你們手上有個票 可以打電話 去給你們當地的國會議員 或者寫電郵給他 寫信給他 你知不知道寫信給這個國會議員 是不用那麼猶豫的 你就這樣寫什麼文都好 不要緊 你說英文我英文不好 不要緊 寫幾個字 你就說我對這件事 我可能不會 因為很多國會議員 特別是溫哥華的國會議員 他們自己本身是有這個 看堂話的 就算他本身的品格失落 他可以找到人 是看到這封信 那大家要發聲 每一個人發聲 一個聲音 是重要過等一些領袖出來說 因為到時候我們不能夠等領袖 他們都看 是吧 或者他們有時候 就是為了他們自己本身的政治利益 是不夠膽這麼強烈地發聲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這裡出來競選的政客 是不僅僅靠還票 是要靠很多票 當然我們對他們的意圖 要他們為正義發聲 我希望Karen 在看我們這次廣播的每個人都好 都記得 你有一票 你有個電話 你的電郵 可以寫信 打電話 給你國會議員的辦事處 向他們提出抗議 到任何有這樣的事情 就向他們反映 或者寫信 給那些報紙館也好 電台也好 電視也好 有些什麼 封煙節目的時候 打進去 謝謝你 陳志棠